把五花肉放锅里蒸一蒸 没想到这样出锅真的太香了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做法 大家好 今天用五花肉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 既简单又营养 下面来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 我们先把五花肉给他处理一下 把锅烧热 把猪皮给他烫一下 去掉这个猪毛和这个意味 给他烫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他放到清水里面 用刀给把猪皮给他刮干净 然后再用清水给他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呢 给他捞出来 然后把猪肉冷水下锅 往里面放葱姜 然后再加点料酒去腥 然后给他大火煮开啊 煮开之后把煮出的浮沫一定要给他撇出去啊 这个浮沫一定要打干净 打干净之后再煮个八分钟左右 然后给他捞出来 然后把五花肉给他放到温水里面 给他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啊 再把五花肉给他切一下 给他切成薄片啊 尽量切薄一点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啊 只想要一个小红杏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然后把切好的肉片啊 给他摆到盘子当中 锅里水烧开之后 放入五花肉 然后上面盖一个盖子 防止水蒸气进入 然后盖上锅盖 大火给他蒸熟 锅里水不够的话 就得及时往里面加水 下面切的小料准备这个大蒜切成蒜末 再准备这个小米辣给他切成圈 然后再准备两根小葱切成葱花 两根香菜给他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全部给他放到碗中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糖 往里面再加入两勺生抽 再加入两勺陈醋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油泡辣子 又可以用它做蘸料 用它拌凉菜啊 非常的好吃 加入适量的油泡辣子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个料汁就做好了 用这个料汁拌凉菜啊 也是非常的好吃 好了 五花肉已经蒸熟了 然后把料汁放到上面 非常美味的蒸白肉就做好了 蘸上料汁吃啊 香辣开胃 真的特别的好吃又加馋 招待客人啊 也是非常的有面子好了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在家试试吧